有研究机构做出了一份武器国产化率的排行榜 中国以92%的国产化率位居亚洲第一 而印度却连我国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来看详细情况如何 哈喽 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密财户》 我是虎妞 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之后 印度国内就对自己的资历更生计划更加致迟了 在这之前 印度的国防力量几乎全部依靠对外进口武器装备组成 甚至连人员培训都需要依靠那些西方国家的教官来指导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让自家军队迅速形成成熟的战斗力 不用自行摸索 坏处则是受制于人 一旦碰到突发状况 需要依靠对方的支援才能解决 为了解决这种状况 印度便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自力更生计划 这个计划简单点说 就是要印度摆脱对西方国家的武器依赖 使得印度打造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无论是飞机 坦克 大炮 还是航母 潜艇 直升机 全部都要印度国产才行 总的来说 印度的这个计划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 在战机方面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辉战机 并且还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连正在机版本都有 坦克方面造出了自己的阿穷主战坦克 虽然毛病多多 自家士兵都嫌弃 但好歹也算是实现了从无到有 航母的话 之前服役的维克兰特号 就是印度首艘国产航母 潜艇的话 印度唯一一艘弹道导弹核截艇就是国产的 直升机这块则有着LCH轻型武装直升机 但是这些远远不够 因为有研究机构对印度太平洋的1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研究 发现在武器国产化率上 印度远不如中国 甚至是连日本和韩国都不如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做出的这份报告中 对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巴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进行了对比 印度排在了第四 前三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 虽然印度勘展的自力更生计划 使得印度武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 但是印度国内军火采购量竟占据总采购量的16% 剩下84%都要依靠外来进口 同时印度还是除沙特阿拉伯之外的世界第二大武器进口国 虽然中国表面上来看也是世界第五大武器进口国 但架不住解放军加大业大 武器进口率竟占8% 剩下92%都是国产武器 而之所以中印两国的差距会这么大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军费开支位于全球第二 虽然也进口了很多的武器 但是在军费占比中并不大 另一方面是中国能够进口的武器选择很少 自从拜登政府上台后 在美国的带领下 西方多国开启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裁 其中就包括了禁止将武器和相关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 这导致中国大部分武器进口都是俄罗斯的战机和防空导弹 并且这些订单基本都是几年前的 近几年中国几乎没有购买任何其他国家的武器 并且中国为了对抗美国的制裁 不得不开启全面自主计划 使得自己的军工体系能够完全脱离西方国家 做到独立自主 现在更是全球为二能够疲量生产五代级的国家之一 反观印度就大不一样了 由于长期以来印度的武器都依靠对外进口 因此和西方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在其他国家武器进口纷纷受阻的情况下 印度左右风源 大量军火代表向印度推销自家产品 希望印度能够下单 并且由于长期对外进口 印度国防已经对西方国家形成了依赖 自家生产的这些武器连印军士兵都看不上 还是西方国家的武器用得比较顺手 所以印度武器国产化率16% 已经能是算高的了 而且这还是印度军队人多 那些士兵用的低端武器大多是国产的 这才占了这么高的比例 如果说印度想要实现真正国产化的话 付出的努力恐怕要比我国还要艰难得多 我国起码在一些零件上还能做到自欺私足 只不过是在发动机这些高端领域上 还有一定的困难 而印度连造个零件都需要依靠对外进口才能解决 一旦进行完全国产的话 印度国内的工业体系都得变一变了 印度现在最需要做的还是先完成从低端到高端 从零基础件到关键部件的国土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武器国产化 而不是现在这样披着国产的皮 使用的却都是国外的技术和部件